这些就是我家的黄文酸蜂 养的第三个年头 等于是过了两个冬天了 脚上又带了一些塑胶回来 要修补房子了 哈喽大家我是古木 这两天有风有为我养的酸蜂怎么样了 今年有没有平安过冬 目前我就剩下一群的黄文酸蜂 去年的酸水养的还可以 至于有没有蜂窝呢 我就不太清楚 因为去年的整个夏季雨水都很多 但是我当初检查的时候 它的蜜是非常足的 已经给我加到四层拖 不过好像上面那层拖也没怎么见 这个就先不管它 就目前而言 这群酸蜂可以说是已经平安越冬 在我这里今年有四波的冷空气 气温达到了10度以下 那我是怎么给它过冬呢 其实很简单 搬到室内去 因为酸蜂本身的繁殖方式就是比较特别的 在天气冷的时候 它可以像我们的中风一样休眠 它能活动的气温 我大概的看了一下 12度左右 它的活动是没有问题的 低于12度的气温 这个酸蜂啊 就会表现的反应非常的迟钝 那只要是气温低于10度 我都把它放到室内 而我室内最低的气温 能够保持在10度以上 而且大部分的都是10到12度之间 风有们应该有看到这个东西 这个其实是一个盖子来的 是我们的装蜂蜜的盖子 这种小瓶子 这里我开了很多小孔 很小的 这个孔呢 是酸蜂钻不过去的 把这里 把它给盖住就可以了 盖子把它拧紧 像这样风就出不来 可以保证它们的生存 那再打开 这里已经很活跃了 看看 装了很多的酸蜂 先让它们回去 说实话 养了它们这么久 都没有说过蜜 今天早上我弄出来的风胶 把它丢在这里面 这个风胶其实就是塑胶 跟它自己蜜出来的蜡 药用价值应该是有的 有点脆脆的 我们打开看一下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里面 我把它闪光灯给打开一下 看一下 非常活跃 这风是很多的 应该算是个大拳风了 见过我都见到这个上面来了 有很多风 有不懂的酸蜂 它买卖是怎么算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是四个格子 一 二 三 四 一格就是小群 两格是中群 三格是大群 这个是大群 它还没有招到顶上 招到顶上就超大群 这就是最常见的黄纹酸蜂 也是最便宜的酸蜂品种 看了刚才视频 我们能知道 我这群酸蜂已经是大群的蜂了 拿来的时候呢 是个小群蜂的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它有没有分蜂出去 从来都没有取过蜜 我就是把它当宠物一样的养来玩 没有想过靠它 能够产生多大的价值 整体来讲吧 这群酸蜂给我的养蜂生活 是增添了很多的乐趣 我感觉非常的好玩 准备来年呢 看看 搞多两桶来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繁殖多一点 或者用一些 比方说人工分蜂的方法之类的 然后再把它们放在 深山老林里面 这样养 看行不行 酸蜂的品种很多 我这个是最常见 最好养的黄纹酸蜂 还有黑腹啊 像光竹啊那些 目前的树西酸蜂 都可以人工养殖 据说有一种地西的酸蜂 是住在地下的 名字呢叫做暗翅 那个酸蜂品种就不好养 不过我认为 如果放在地下 应该还是能养的 当然这只是个人那种想法 那本期的视频到这里结束 假如你对酸蜂有兴趣的 可以在评论期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